嗨,大家好,我是多利台湾的马来西亚拉斯玛丽 现在回来马来西亚是要去逛的 就是要去宾南,宾城 去宾南有很多方法的,你可以坐车的客运 我们叫巴士,也是可以坐汇车的 坐汇车现在有这种 ETS 差不多是4点前半就会到了 所以我就来坐汇车 我也第一次坐,现在体验一下 大家就会来体验 鱼仔的客户也有炒汁 还有一个汤车有在买东西吃的 开车里面有变色 宾南很大 我这次要去的是冰岛 就是冰岛的外面有一个汤 这个汤车很有特色的 是一个流泪的地方 是一个高辖来的 现在坐汇车后就要坐车去旁边的汤 冰岛这里有很多人说 学见味的就是第一的汤 就是第一的汤 就是第一的汤 现在去坐Ferry,渡轮 嘿,大家看 车也能赛进来渡轮的哦 但是你不要坐桌子 你也可以坐公车和戴车 去坐太大了 嗨,冰岛,很高兴 到冰岛后,我们的交通都是靠卡 就不要说文化咯 什么,另一个设计 OK 已經check in 君的酒店 這兩天就躲在這裡囉 謝謝朋友 該死分離還不錯 這次來檳城 主要的目標 就是兩的重點 一個就是吃很多好吃的東西 另外一個就是吃的 因為檳城是一個個社 然後有很多有個別的廚 有很多餅 有很多餅 是以前政府車發財來餵的 所以就有很多很高的 風格的表味 這次就是這樣安排啦 現在就去探索 GO 馬上就要吃白食了 事不宜遲 來檳城就一定要吃阿桑垃圾 這就是我的第一次 魚圓餐室 其實它非常有名的 你看裡面 沒有味道 要拍對拍很久的 阿桑垃圾的湯 是用甘鳳魚煮出來的酸辣湯 生生的味道是來煮阿桑戈 現在有給你一湯匙的蝦酒 然後就要加進去這樣 你喝這個湯的時候 就會吃到它的蝦肉脆 嗯 酸辣酸辣的 然後它的味道是滑溜滑溜的 喔 我很快樂耶 好吃耶 今天的蝦肉脆就是有很清潔的料 我有另外做一集 變成五間蝦肉脆的湯匙 大家等一下可以點資訊卡去看喔 蝦肉脆 這個蝦啊 很大的 不是蝦仁喔 是大的蝦啊 就是蝦肉脆的 其實蝦肉脆 要炒得好吃齁 就是要看它的滑溜 我要講越語了 就跟你們草山雲裡面的那個 鍋氣很像 因為它叫滑溜 嗯 這間菜都好吃的 厲害耶 我再給你去看看 來 有時候我感覺馬來西亞人很奇怪的 就是 天氣已經熱了 還可以吃鹹的 香的 這樣 然後餐廳就沒什麼冷氣了 這個是熱上加熱 我是會來吃味料麵 它會炭大隻的 它吃比較白的 喔 很高的 好辣 哇 好熱又好辣 這個阿山阿山的糖 超厲害的 沒什麼好說啊 吃就對了 吃啊 吃很熱 就一定要吃麵啦 來馬來西亞人 你一定要吃的麵就是 泉豆 滾的第一間泉豆 是在魚園餐飾邊的行業來 一樣是很出名 很多人排隊 一碗 謝謝 泉豆裡面 最重要的是 一條一條綠色的這個 它是用米做的 加斑蘭葉醬 對於變成綠色的 這就是泉豆的本體啦 然後一直有很多豆 不一樣的豆 嗯嗯嗯嗯 這個也有完美的味 你看 我拿拿在那裡 野豬骨涼 跟野豬糖 就參加 我再拍清楚一點 你在拍哪裡啦 你有來拍千豆好嗎 哇 千豆就是 很結束 很好吃的 整體就是很甜的 你可以 很期待 要來一個星期有開一天的 周日市集 就是喬治城Georgetown家的市集就對了 裡面有很多東西吃 還有很多表演、展覽、什麼都會有的 進去就對了 這裡也有很多自己秋天做的東西 這裡也有很多東西 我會去那裡 最好的,感覺很難興奮 但不会很炒的 炸的 这个是汤的 其实应该是冰层虾面的艺术 这个汤是用蟹头去煮的 里面的同样是放很多料 倒有几滴油 烧肉和滤肉是我另外加的料 所以就是很炸头里的料 烧得很烂 但是不要怕 没吃险 我这里不好吃险的人也可以吃 这个味道只是普通的油味和味粉 这个重点就是这个汤 味道不太特别 这个里面的料可以自己加的 我说我要加一粒鸟加烧肉 我加两个料才是马比6块 台比50块吧 是不是很炸的 你不是吃这个汤 啊 足够的蟹味 加垃圾是完全補充的 其实我的感想是同样的 我来吃下的美食 为什么很炸的呢 天气已经很暖了 吃这个的烧肉 我的皮很脆 好吃的 你也可以加鸡汤 但是我吃别人 因为我一个人吃一碗 嗯 嗯 嗯 可不可以吃的 烧鸡肉 如果你在台湾酸 我加鸡肉 其实料理这种东西就是鸡肉 就是鸡肉 我感觉好吃的 就连其他人也不介意 翻过来也同样 在晚上 我感觉冰层构济 一种 凋零的感觉 凋零 凋零 台语怎么说 这间大楼是光大 不要问我 为什么不去六十八楼看鸡肉 因为这几天都是烧鸡 哎 十年一刻 今天是国庆日的时刻 就是现在 烧鸡最减重的时刻 要知道为什么 就去烧鸡肉 也会让人 OK 现在就是来牛肝丼鸡吃鸡肉 牛肝丼鸡是一个 很出名的美食鸡来的 这就是有很多肉鸡肉 都很好吃的 吃鸡肉就对了 这次我还有点鸡肉 超怪典 因为我可以吃 这鸡肉是特别的 鸡肉和鸡肉 来啦我吃咯 我可以吃了吗 哦 这个好吃 吃鸡肉为止最好吃的 这个鸡肉很厉害 这个很棒 大家好吃的 这个就是这家出名的鸡肉面 这边有炸的鸡肉 还有叉烧 就是酱酱的这种味 中上啦中上 这个料理 感觉是OK而已 当然我不是做鸡肉 但是当然鸡肉也会鸡肉 很好吃的啦 吃的咖喱味 的鸡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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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脆备了 不知道怎么知道啊 跟我说的 这边就是鸡肉 春春的概念 马来生亚版本的 鸡肉是用鸡肉皮去包的 里面主要的料理 煮软的鸡肉 鸡肉 鸡肉在鸡肉 叫做鸡肉 然后里面还有很多菜 鸡肉 鸡肉 切切鸡肉 鸡肉 有这种也有鸡肉 其实我吃吃吃的啦 在马来西亚市街上看着鸡肉 鸡肉 我现在吃鸡肉 嗯 吃了暗胖 现在来吃到冰城的印度鸡 这条鸡里面都是印度的料理 我应该是吃白鸡 但是我要喝一杯甜的幼鸡 购一个好 我也不知道哪一家好喝 诶 大家有没有听到 印度鸡的鸡肉 有很大声的音乐 是不是有一个人出来跳舞啊 太少了 对 你十字路口跳舞 讲太多了 你看太多鸡肉了 其实现实不是这样 可怜马来西亚印度人 太热了吧 比较避暑 哦 比较避暑 现在我清菜粒来 一间印度料理的店 摘一杯茶 但是 上面有很多甜点的 印度甜点 你看看的名字 南印度 北印度的甜点 我都看不出来是什么意思 白鸡肉店也要点什么 可以吗 你要买一碗沙拉奶奶奶奶 一碗沙拉奶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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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奶 不吃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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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嘗嘗嘗 跟大家讲一下 我不是第一次来冰城了 十多年间有来过 我对冰城的印象就是 这些是 超怪鸟很美味的 现在来也是相同的感觉 在意大利时 其实全马来都吃得到 不管是 鸣鱼面 什么 辣椒 咖喱咖喱 超怪鸟 为什么 很特别的呢 我感觉这有冰城吃的超怪鸟 特别好吃的为什么这样呢 我现在的印象就是这样 现在来一次 我吃贵贵 都是这样的印象 超怪鸟真的是有代表性 但是你来 你来冰城 你一定要吃超怪鸟 我的心底就是这样 这些就是冰城菜店的甜点 一共有油 凉 喂 这种质地 这种质地哦 无糖切的 哇 哇 又有吃饭 哇 全部都是糖的味 哇 真的要买一杯糖的味道 哇 我吃糖的 油凉的味道很香 但是不要烧鸟就好 那应该是配茶 哦 这没有鸟鸟鸟 在地的印度的餐厅 是没有油鸟 这些是妈妈糖才有的 听说妈妈糖的来源是印度人和马来的油族结婚 所以就变妈妈 这些是麻沙拉鸟 就是说里面有很多香料和薑 哦 微酱的 这些薑是在士 冰起来是小刺激 不好意思喝好了 喝好了快给我 好 好 这一刻也是 马来西亚的 人家做家意念的 一种饮料 另外一个呢 绝对是麦乐 真 真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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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